先将各类的果皮切成小片 再将红糖倒到装有六分满清水的水桶之中 随后将切好的果皮也放入水桶里 并且轻轻摇晃 让果皮均匀的摆放在水桶里 封上水桶盖后静置三个月后 就是非常好用的环保酵素了 因为我比较早这种环保姿势 所以不想 所以听一听觉得情欢喜 有很多事情 什么可以做环保 什么可以不能做 我们月都不办 虽然我们本身也有田地 也有什么事情我都不办 我感觉对身体有益的话 都要多做 尤其像我们年纪比较大了 年纪比较多 就是要做自己保护自己身体 其他不要 不要赚钱做什么都不必的 对不对 大家都七八十岁了 就是要保护身体 让身体更健康更快乐 我感觉这样更好 对不对 不然我们都不懂 对不对 不懂啊 就是尽量买贵一点的 好一点的东西来吃 对不对 不懂这些知识啊 虽然说辣贵的东西我们就是不买啊 我们就是念这个以后 对有一点一点那个环保的知识看嘛 不然我们都不办啊 你这个中国大家很高兴啦 我们来这几年了 十五十年了 这里大家来这 除了制作环保酵素外 指导老师也透过电脑图片 讲解如何利用厨余 以及出于回收的好处 除了可以用来制作肥料外 也能够减少粉化炉的燃烧 延长使用寿命 其实最重要的是 希望透过这堂课的学习 大家可以做到垃圾减量 然后透过这个酵素的制作 这些维生物菌 继续流到河川 可以做末端的进化 然后可以达到这个河川海洋 都可以干净的这个木地 我觉得老人家要做到很多是不容易的 但是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垃圾分类 然后把这些鲜垃圾可以做 在乡下地方 他们可以把它除了比较干净的做成环保酵素之外 可以在附近的土地里面做掩埋 然后让这个鲜垃圾减少 粉化炉的负担可以减少 我觉得老年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不错了 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有限的 那这个部分是他们可以做到的 环保酵素除了可以用来洗碗筷之外 也能够清洗厨房浴室等等 同时使用环保酵素 还能减少油脂的堆积 对于水管以及水沟有清洁的作用 同时对沟取以及海洋 也有减少优氧化的好处 记者陈寅志 曹端正采访报道